經過32年漫長等待 台北大巨蛋終於正式啟用 成為2023亞洲棒球錦標賽的主場館 也事先在11月18號 舉行對外測試賽 球員多半抱持正面意見 甚至不少人給出高度評價 就是真的滿新鮮 然後草皮也跟天母比起來 比較鬆一點 我覺得大螢幕就很壯觀 然後休息室也是滿舒服的 就是有一種好像來到大聯盟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就是謝謝打招巨蛋的工作 很舒服 因為第一次打球 然後不用太太陽 竟然覺得哇 感覺像現在在國外打球的感覺 就算下雨也不太好 還夠牛棚的還不錯 跟周記的有一點像 因為這兩道有點少 然後他又做得比較窄一點 我覺得這搞不好 這就是沒有100分的意思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做到這樣 其實是很棒的 我覺得應該有個80吧 黑白坐椅是有點 看起來沒有那麼自然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問題不大 對啊 因為像那邊還沒有坐滿 然後我們這樣看也還好 不會那個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休息室的話 可能就那個電視吧 我覺得就真的是電視 對啊 球迷大致上也還算滿意 只是有更多期待 台北大巨蛋不只讓新球迷 有了第一次進場看棒球的理由 也讓旅之國外數十載的 老球迷再次回到球場 這是你第幾次來棒球場的 第一次 天氣不好的話 下雨的話 真的室內真的感覺差很多 然後這邊的那個洗手間 帶小朋友去也都還滿方便的 新的就是還滿舒服的 動線的部分 應該還是可以再調整 75分吧 紙棒從小開始看 終於等到了 還好生命夠長這樣子 剛門一進來的時候 會覺得這種雞皮疙瘩 都站起來的感覺 我們剛剛有到外野 旁邊去體驗 它是整個直接面向打擊區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你做著看 你都不會覺得 不需要扭脖子轉腰都不用 所以感覺很舒服 100分的話我會給80分 剩下的20分就是它的硬體的 一些設備擴張 或是說它現場一些販賣部 或是什麼紀念商品這些 以前看合作金庫啊什麼 都是水泥地 然後打個小燈 跟現在比起來差太多了 多久沒有進來台灣的棒球場呢 我已經四十多年沒回來 所以第一次在看 很感動 很感動 感動是所有人一致的心情 然而這份感動能持續多久 除了看比賽能不能在這裡 體驗更多台灣棒球的精神與內涵 回頭看看群眾高喊 我們要巨蛋 等那個夜晚 新的一夜才要展開 首先那場比賽 我們當然衛拳隊也統一 在職棒二年 總冠軍要第七場 但因為打打琴琴 那觀眾等得有點不耐煩 最後知道那個好營長在 所以就是一直在那邊喊 我們不要巨蛋 當下那個氛圍 我覺得應該有感動到院長 所以他應該後來有承諾這件事 從一開始很期待 到後來就一度是很悲觀 就認為說有生之年看到就好 所以那天進去 事實上比我意氣更激動一點 就覺得我們終於有這顆蛋 當然可能陸續都還有一些 需要微調 但畢竟他已經開始 我們常講先有在求好 所以這個至少是踏出第一步 負責興建和營運的遠雄集團 相關政府單位 還有中華棒協和中華職棒 扮演的角色 甚至未來是否有中職球隊進駐等等 都左右這顆蛋長成什麼樣貌 台灣第一顆巨蛋如何營運 借盡國外經驗或許會是好方式 最典型當然是也算最早 就是東京巨蛋 東京巨蛋因為以前它是戶外 是後樂園的地方 那旁邊就是一個明人堂博物館 那博物館旁邊還有一個 一般人都比較忽略 它有一個棒球圖書館 所以它的關聯性是很滿強的 那文化的部分它可以用一些影像來表現出來 就是到時候如果有相關的展示的話 那也許對一般球迷來講 他看到一張爸爸跟小孩在場邊看比賽 對他來講是一張照片 可是對曾經經歷過走過這樣子的看球歲月的話 他會感染到 那我認為所有棒球文化其實就屬於這一層 剛才擔任球迷林寬漢先生在提一件 就是讓因為過去這些打過職棒的 這些OV選手 其實希望能夠辦一場他們的表演賽 讓他們也感受到巨蛋的魅力 畢竟職棒能有今天 當然經過風風雨 但能夠今天畢竟他們也努力貢獻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簡直也滿好的 就是辦相關的活動 包括球場的導覽 經由導覽讓大家更深入 台灣棒球是怎麼走到這 而不是讓你看說 喔 巨蛋好新喔 然後有一個大螢幕 那我就有類似這樣導覽的活動 去講過去的台灣棒球 不只是職棒嘛 台灣百年棒球的歷史 我覺得這個都是還滿好的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向過去致敬 我們有這麼長的歷史 那怎麼樣把這些跟過去的 棒球歷史的人 還有比賽都能夠帶進來 那透過各種不同的一個展示的方法 那我們講這個大場館都有公共因素 你有沒有跟棒球有關的公共因素 你進到場館裡面去之後 你能不能夠提供一些空間 或者是你每一根柱子上面 都有某一年的比賽的一些 點點滴滴的一些回顧等等 包括博物館的元素 米原糖的元素其實都可以拉進來 那職棒有三十幾年的 每一年有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場館這麼大 不會有放不下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怎麼樣把過去融合到現在來 那當然同時他不斷在寫自己的歷史 那在自己寫歷史的同時當中 也把這些都也都拉進來 我們知道大巨蛋的第一支全力打 是誰打出來的? 陳正平打出來的 這個球已經收起來了 那昨天那顆球 韓國隊打的全力打也收起來了 所以這些就是第一步 大巨蛋現在有三十六個包廂 內有二十個外有十六個 那當然你可以做商業上的冠名 你也可以做跟地域結合的冠名 那當然最好就是你可以做 跟這些棒球相關的一個冠名 那入口也 當然入口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其實看東京巨蛋的入口 很明顯的一個是王正正的入口 一個是長島冒雄的入口 那我們有好多的入口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這樣來做 那當然我覺得從裡面的一個 一些結合來講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那我覺得特別要提出就是說 這個球場目前沒有組隊來經營 這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讓經營者覺得說 對 我這裡沒有任何球隊主場 但是我就是全國的主場 我是台灣棒球的主場 所以就要把台灣棒球的原作 可以拉進來 你可不可以讓陳正平有一個包廂 你可不可以讓郭太元有一個包廂 我們的名堂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名人 那他們能不能夠 也能夠他們的名字也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一定說是這些名人 或者是我們金龍 紅葉都可以是這樣 那當然你不能只命名的 你那個包廂裡面的一個裝潢 就要跟著那個走 一個場館它的使命 其實不是只有辦比賽 或者是辦飲商會等等 這些都很好 你要辦展覽也很好 法會也很好等等的 但是這些東西來講 等於說償管它的使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怎麼樣賦予它更好的生命力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接下來二三十年 營運單元非常要去考慮的事情 大巨蛋除了舉辦比賽 更應該承載台灣的棒球歷史文化 成為令台灣人驕傲的棒球聖殿 還需要更多努力和想像 幸運的是棒球迷心目中那幅美好畫面 輪廓正漸漸清晰 從不管搭捷運或其他大眾交通 你到了巨蛋你開始還沒進球場 你就要感受到那個球賽的氛圍 那場面大家都準備穿著 不管你是支持還是球隊 準備穿著你支持的球隊衣服 那進去從動線 然後從燈光賽前的一些大螢幕 在播放比賽的highline 你都可以感受到 那比賽前你可以看到後面有一些展區 你可以去逛的 然後有些當然商品部這些販售 然後你可以看到歷代球員 那些偉大球員的肖像也好 照片也好 你都可以感受到 局間當然有些有很多的活動 因為它不會受到風明影響 所以甚至球團的行銷 或者其他吉祥物都可以到場邊 去帶動球迷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讓大家感受 那當然我現在已經慢慢看到 很多的爸爸媽媽帶小孩子 我這幾天去看巨蛋的感想 真的覺得那邊很適合帶小朋友 整個座位的寬度 然後前面飲料杯的設置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全家去 然後甚至有人開始慢慢做記錄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是台灣未來還蠻美好的畫面 有很多人都會第一次走過 那怎麼樣讓他在走過去的過程當中 去了解到這個場館是跟棒球相關的 那進去之後 有什麼樣更多的棒球元素 可以提供給來的觀眾 來這樣子來體會 那當然在或許 有一個方面的會說 這個或許是球迷的一個很浪漫的一個想法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記說 這裡今天之所以會有這個球場 這個場館在這邊也是因為棒球場的一個關係 所以怎麼樣把這些文化的底蘊帶進來 然後賦予這個場館一個很好的一個生命跟使命 這個場館其實位在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段上 就是說中央東路這邊非常非常的商業化的一個地方 但是到了這個松菸這邊 又是一個文化氣息非常濃的地方 然後再過去還有一個文創的一個激勵在 所以其實這裡其實可以跟周邊產生很多很多的一些連結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在大巨蛋這個辦公洞的後面 有一尊土地婆像 那這個土地婆其實是 不要拿一連這個有一個戲組 劇組來這邊拍戲之後留下來的一尊土地婆 那第一次就留在那邊 那大巨蛋的這個施工單位 就把它蓋了一個小小的廟 這是一個小故事就是說 這個土地婆看了大家 那或許可以從他這邊來發想 然後做一些活動 那或者是跟那邊文創來做結合 其實真的要去想 其實我覺得有太多太多的結合可以做 那特別是以前那邊附近的居民 對於大巨蛋的一個疑慮很多 你怎麼樣讓他們更了解大巨蛋這邊 然後可以跟他們有更多的一些互動 大巨蛋對於將來台灣棒球的一個發展 是會再有一個很重要的推手的一個角色 那就看看 那這在接下來經營的過程當中 他怎麼樣讓他能夠做得更好 然後讓大家走過去走過來 想到台灣的棒球以後就要想到大巨蛋